美国密歇根有一群冰山垂吊者 因为湖冰面出现裂缝 结果66人全束困在浮冰上 长达好几个小时 所幸搜救队伍成功将他们救出 所有人安然无恙 事发地点是在通往格林湾的 斯特金贝河口附近 威斯康辛州搜救单位出动了直升机 冰船花了4个小时才将他们全部救起 强风伴随着冬季风暴 导致浮冰裂开 当地警方劝请任何要前往冰面的人 要查看气象 避免悲剧发生